这是一个你从未见过的童话故事 小红帽,白雪公主,三只小猪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 它们之间不仅互相联动,故事情节也黑暗很多 小红帽外婆被吃后,小红帽成了杀狼高手 白雪公主被小矮人带回家后不仅不是公主,反而成了庸人 三只小猪更是过分,它们用人民存进银行的钱乱盖房子 结果被狼瞬间攻破 那么,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小红帽在草地里采花 一旁的森林中,两只小狼正在蠢蠢欲动 就在它们要向小红帽出手时,叔叔狼叔严厉阻止了它们 让小红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逃过一劫 它带着花来到街上卖,此时年幼的白雪公主走了过来 它从一堆红花中挑了几束白的 原来它的母亲刚去世,正要举行葬礼 小红帽尾随它来到现场,看到伤心的白雪公主 它忍不住有些心疼 葬礼结束后,它过去安慰白雪 就这样两人结下了情意 之后的岁月中,它们一直互相陪伴 小红帽也把卖花赚来的钱存进了小猪银行 十几年过后,小红帽和白雪公主都长成了大姑娘 但与此同时,麻烦也接踵而至 白雪的后妈一直很嫉妒白雪的容貌 有一天,当她问起魔镜时 魔镜竟然认为白雪比她好看 后妈当时就疯了 她拼了一个猎人让对方去追杀白雪 而此时,小红帽和白雪正在森林里玩耍 忽然猎人冲过来把白雪抢走了 小红帽没能救下朋友 外婆竟然变成了一只狼 原来当年的小狼也已经长大了 她念念不忘小红帽 在吃掉了外婆后,她打算把小红帽也吃了 可这时,小红帽掏出之前的枪 把小狼一击毙命 另一边,白雪被猎人捆在森林中 可看着可怜的白雪,猎人忽然狠不下心了 她放走了白雪 转头就在肉店买了颗牛心 拿回去骗后妈 后妈一看开心得不得了 直接把白雪的心给生吃了 而真正的白雪一路狂奔逃离了城市 她遇上了七个小矮人 但尴尬的是,这些小矮人既不勤劳也不能干 为了生存下去 白雪只好帮小矮人打扫卫生 当他们的庸人以维持生活 小红帽已经完全黑化了 在经历失去好友和外婆的一系列打击后 她剥下狼皮给自己做成大衣 小红帽从此变成小狼帽 成了当地有名的猎狼人 一天她接到小猪银行的求救电话 对方说狼叔的第二个侄子要来吃她 小红帽不想帮对方 因为前两天她去取钱的时候 小猪说破产取不了 可小猪表示 正因为小狼吃掉了她投资的茅草屋承包商 银行才会破产 于是小红帽答应相助 她来到银行外 小狼看到自己的杀哥仇人 马上冲过来拼命 结果也是被小红帽一枪毙命 看到此景小猪开心的不行 她请小红帽进来喝茶 小红帽一看 好家伙 金库这么多钱是怎么回事 说好的破产呢 她表情一黑 直接把小猪也送走了 另一边 白雪的情况也非常胶着 因为小矮人爱好赌博 家里穷得连晚饭都吃不起了 这时她灵机一动 连夜偷摸到原来的皇宫 悄悄地把魔镜顺走了 她让小矮人向魔镜提问 而在魔镜的预测下 小矮人们准确地得知 赌马时哪匹马会赢 就这样 他们走上了人生巅峰 与此同时 白雪还用魔镜找到了小红帽 姐妹俩再次聚首 而小红帽从小猪那抢的钱 让两个女孩和小矮人们 过上了有钱人的 枯燥乏味的幸福生活 画面转到当下 曾经的狼叔在镜子前 乔装打扮 而身上那件保姆衣服 是绑架小红帽家的保姆得来的 如今的小红帽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 狼叔为了给侄子报仇 抓住小红帽出门的时机 打算扮成保姆 混进小红帽家 生吃对方的两个孩子 狼叔溜进了小红帽家 对方女儿害怕极了 但儿子却很高兴 觉得这匹狼毛茸茸的很可爱 他让狼叔给自己做饭 狼叔做了 儿子又让狼叔给自己读故事 狼叔也读了 他告诉兄妹俩 其实童话故事里并不完全是真的 说完 他给两人讲述了 灰姑娘童话的真实版本 在真实的故事中 灰姑娘其实是一个拜金女 虽然经常受两个姐姐的欺压 但从本质上 她与她们没什么不同 她一心希望能够嫁给 上流社会的王子 却十分嫌弃暗恋自己的穷邻居杰克 终于有一天 灰姑娘发现自己喜欢的王子 居然是个爱砍人头的暴君 因为没有水晶鞋和五群的衬托 王子竟然都认不出她 甚至还想把她砍头 灰姑娘心灰意冷 在精灵的帮助下 她逃过一劫 那个杰克也正是童话中的豌豆杰克 她靠种豌豆发家致富 开了一家灰姑娘果酱店 同时也养成了爱洗澡的好习惯 灰姑娘终于认识到平平淡淡才是真 最终与杰克生活在了一起 故事讲完后 小红帽的孩子们都睡着了 此时厨房的锅也煮开了 狼叔低头看着孩子们眼神复杂 很快小红帽回到了家 可一进门她就发现屋里不对劲 她一回头只见狼叔站在门口 对方说了句 再见小红帽便离开了 小红帽赶紧一看 孩子还好端端地睡在沙发上 而童话书被狼叔留在了原地 小红帽有点吃惊 待在原地目送着狼叔远去 反叛的童话 是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提名 在片尾中 狼叔来到小红帽家 一心想要复仇的他 却被无辜的孩子改变了想法 我相信狼叔本质是善良的 开头时他不仅阻止了两个侄子 吃掉小红帽 后面换上保姆衣服时 也没有吃掉保姆 而是将其绑了起来 他是有复仇的理由和方法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宽容和放下 最后一个穿着狼皮的人 和一只穿着人皮的狼 到底谁才是狼 谁才是人呢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